费城东北区I95公路因卡车起火,导致桥梁坍塌和大面积道路损毁而关闭 州长Josh Shapiro首先介绍了情况 他说,今天早上6点20分左右发生了一起车辆火灾,导致95号洲际公路的一个路段坍塌 初步报告显示,一样运送石油产品的商业卡车是火灾的来源 宾州州长强调,该事件仍在调查中,并正在努力确定任何受火灾和塌陷影响的个人,可替代路线将更新发布 费城水务局的运营总监Brandon Reilly谈到了对潜在环境影响的担忧 他向公众保证,目前没有关于城市供水的问题,并且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减少任何潜在的排放问题 代表费城东北区第六区市议员Michael J. Drisco赞扬了宾州Shapiro州长 费城Kenny市长和各级政府对该事件的迅速反应 在离开新闻发布会前接受本媒体采访时,表示对东北区居民的耐心表示感谢 并鼓励大家继续关注有关信息,因为一切仍在处理之中 感谢观看